张汉之前跟郑嫂的恋情可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啊 二人分手的时候就引起了很大的风波 而后传出了新的恋情 与那家的恋情刚开始很多网友都看好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 就慢慢的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与祝福 可是没过多久 就传出了二人分手的消息 可见张汉的情感路是多么的起伏啊 可是最近有传出了 与张居宁的事情 可能是自前二人合作拍摄电视剧的时候 二人合作的电视剧 温暖的鞋 可以说收视率非常的高 两人在网上的CP粉丝也增加了很多 慢慢的就传出了两个人在一起的消息 在小编也是听到了很多次粉丝 希望他们在一起的声音 这件事情人们的猜测并不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今日有消息称张汉坐飞机从首都飞往长沙 而张俊宁也是在同一个时间 在首都坐飞机飞往了杭州 最后两个人的飞机都出现晚点的事情 张汉在微博帅出晚点两个小时干什么好 而有的网友就说张俊宁晚点时间才是两个小时 而张汉只是一个小时 最后就有张汉自家的粉丝出来诚听说 只是张汉本人提前到了飞机场而已 然后这件事就这样子过去了 过了几天 就被传出了石锤的消息 在2018年5月21号 张汉在外国旅游 结果很多网友就现在了同样的时间 张俊宁也去忘了首尔 还有网友爆出了在首尔逛街浏览的时候 遇见了张汉 但是 很巧的是 张俊宁的工作室发的东西定位的IP 就是网友遇见张汉的那家酒店 这让人很容易就猜测 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 结果过了段时间 他们的粉丝又出来澄清了 说这只是凑巧而已 但是网上的他们的CP粉丝真的很多 结果有一出石锤的消息传出 张俊宁的粉丝私聊了他的老同学 后来还是被张俊宁的工作室人员 否认了这段恋情 就好了